第三式多解枪佛办公室第34号公告 这些年来社会上有不少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拿着第三式多解枪佛的名义 设立销售点和不同形式的售卖方法 出售第三式多解枪佛创造的成果 甚至买卖与第三式多解枪佛毫无关联的东西 并且宣传说是第三式多解枪佛卖的 社会上这些人借用第三式多解枪佛的名义来做生意 而第三式多解枪佛却完全没有参与 根本对这些冒牌之事一无所知 办公室也陆续接到一些咨询 所求证的买卖项目太多 不应应举名 再次紧列举一例 比如旧人反映某某地方的法帝生雄利与法益 是第三式多解枪佛设立的专点 卖的钱都要交给第三式多解枪佛的 大家支持就是功德无量 这些玷污佛佛欺骗世人的劣行 必须予以治理 办公室今天公告事实真相 法帝生确实是第三式多解枪佛的科技成果之一 第三式多解枪佛在三个世纪 八十年代将其研制出来以后 当时泛太平洋保健品公司拿去生产了 但是第三式多解枪佛把几项产品 其中包括法帝生雄利与法益交给他们以后 从此再没有管了 也没有在其中有任何一分钱的金钱利益分配 至于现在是什么公司或个人在生产设点销售 第三式多解枪佛一概不知 没有与这些设点销售治疗经济沾过边 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式多解枪佛 没有华过一分钱也不清楚该产品流落到什么人手中了 他们在干什么 简单的说那就是产品在社会上生产买卖设点销售等等 早已与第三式多解枪佛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此大家要明白 这二十几年来社会上行销的打着第三式多解枪佛创造的成果 旗号的或借用第三式多解枪佛名义来销售其他的东西 敌人的另外项目的任何东西 都是与第三式多解枪佛没有任何商业或经济上的关系 对于第三式多解枪佛创造的成果 他没有半分毫认为这些成果是他拥有的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 而是他早已把他们忘了 比如以法币生为例 也就是说第三式多解枪佛只是将法币生研制出来了 然后无常的贡献给了社会人类仅此而已 社会上有哪些人如何利用第三式多解枪佛的名义来做什么等等 第三式多解枪佛一无所知 请那些向办公室询问、咨询、联络经销的人士 不要再浪费时间咨询这些问题了 因为第三式多解枪佛只卖一样东西 不做其他任何生意 包括自己发明的任何成果 一概不生产、不经销、没有卖过创造成果 唯一他只卖自己花的花 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合法向活税局纳税 甚至把自己卖花的钱拿来捐赠给慈善机构或佛教深重团体 第三式多解枪佛办公室 2013年4月13日 二十五年ь月13日 三十五年内 三十五年内